在2010年11月8日的晚上10點半 加拿大報案中心突然收到一個報案電話 在電話裡面 一個少女驚恐地表示有劫匪任屋搶她財物 也不知道父母身在何方 當時少女只能夠聽到父母的慘叫 更加出現了幾次男性聲音的大叫 在短短50秒的電話錄音裡面 少女多次要求保安中心派人來協助 又只在屋內傳出幾聲響 懷疑是槍聲 同時表示自己在樓上被捆綁著 在3分鐘內 警方就迅速到達安花現場 他們先在大屋的門口 發現一個面部和肩膀中槍的中年男人 救護車馬上將她送丸救治 之後一眾警員小心翼翼地走入屋內 在2樓樓梯的轉角位 見到一個年輕的女子跪在地板上 雙手綁在身後 而上臂就被兩條鞋帶綁在欄杆 警方為她送綁之後 她就告訴警方知道自己是報案人 而母親就在地下室生死未卜 之後警方來到地下室 發現一個身中幾槍的女子 但是已經斷了氣 當救護車送走現場所有傷者之後 警方再三確定屋內沒有任何疑犯潛伏 就封鎖了現場進行搜證 當時屋內沒有強行闖入的痕跡 一樓客廳的傢俬 電器和屋內的層次都沒有被人移過 不像是入室搶劫的情況 但二樓的臥室就很亂 幾乎所有衣櫃和櫃桶都被人亂拆過 唯獨主人房內的保險箱沒有被人打開 另外屋內其他貴重財物和車房內的房車都原封不動 所以警方懷疑案件可能和尋仇有關 打算才從這家人的背景開始入手 不過其後隨著調查得越深入 案件可怕的真相就慢慢浮現出來 大家好我是原子 今天我們就來講講這件疑點重重的案件 報案少女的名叫做Jennifer 出生於1986年6月17日 案發時後24歲 她是越南瑞加拿大人 一直和父母和弟弟居住在案發地址 案發當晚只有她和她父母在家 而弟弟就在大學宿舍居住 警方之後證實在地下室發現的死者 是Jennifer的母親53歲的梁碧霞 而在屋門前發現的男傷者就是Jennifer的父親60歲的潘漢輝 梁碧霞和潘漢輝是在70至80年代移民到加拿大的越南難民 他們在加拿大東部相識之後成為了戀人 之後就在當地落地生根 夫婦是一間汽車零件製造商工作 而在1986年生了個女兒Jennifer 三年後再生了一個兒子 當年來夫婦一直努力工作賺錢 接見生活 希望給子女美好的生活和教育 到了2004年 夫婦就買了萬錦市的獨立屋 自此這家人就在這間大屋居住 也有兩輛車 據說夫婦兩個人的儲蓄合共超過20萬美金 即是大約156萬港幣 看下去是完美的小康之家 另外經調查之後 確定這家人沒有涉及賭博和販毒的活動 而鄰居都指潘家為人友善 沒有和其他人結怨 而潘家居住的萬錦市位於加拿大多倫多的北部 大約有33萬人居住 當中包括不少中產亞裔家庭 萬錦市治安一向良好 是加拿大第二安全的城市 所以這家人不幸的遭遇在當地引起了極大關注 當時有傳媒懷疑事件可能牽涉到針對亞裔人士仇恨的活動 為了查出作案動機 警方於是向報案的少女案件目擊證人Jennifer 問話 不過就發現對方奇怪的舉動 在案發之後 Jennifer 被送院檢查 證實她在事件中沒有受傷 而Jennifer 的父親就面部重創昏迷 有指個女兒在父親病床等了三個小時 直到警方帶她到警局問話才肯離開 在案發後的凌晨 Jennifer 向警方詳細描述家人被害的經過 她表示當時自己在房內聽到有外人入屋 她感到不安 然後就聽到有人叫正在睡覺的父母落樓下 在這個時候 Jennifer 被蒙住雙眼 其中一個劫匪還要脅她交出屋內的金錢 Jennifer 照做之後就被人綁在欄杆 同時她們易手掛了父母的餓室 沒多久夫婦就被帶到地下室 當時母親用英文懇求劫匪不要傷害自己的女兒 但她們就冷血地向父母開了幾槍就離開 講到這裏 Jennifer 不禁傷心流淚 需要探完安婦才可以繼續說話 她又只受到槍傷的父親試圖從地下室追上劫匪 之後警方翻查當晚潘加倫居的閉路電視 發現的確有三個黑人入屋 但是警方留意到Jennifer 在問話初時雖然表現得很悲傷 但是她在講述案發經過的時候相當有條理 口齒清晰 暗暗經歷了母親慘死 父親重傷的她 心情竟然能夠迅速平復 此外Jennifer 兩次奇怪地以Gentlemen來稱呼殺害母親的劫匪 另外她一時模仿父親在中槍後身淫求助的情況 一時有低頭悲傷地為母親身亡而難過 但是警方就發現她雙眼沒有哭出眼淚 在兩個小時之後Jennifer離開警局 而警方則仔細翻看目前的資料 發現當中有多個不尋常的地方 一來劫匪只是劫走現金 當中包括Jennifer房間的2500加幣 父母房間的1100元 以及母親錢包內的60元 但其他貴重的財物就完好無缺 二來警方質疑為什麼劫匪槍殺夫婦 但卻留過女兒的活口 若果這個是入室劫殺案 劫匪理應不會留下任何目擊證人 三來身受重傷的父親 為什麼沒有到二樓救出的女兒 而反而先到屋外求救呢 除此之外 早前Jennifer報警的時候 電話裡面能夠清晰地聽到對方的喘氣聲 但其後她在空案現場被發現的時候 上臂被綁在扶手欄杆上 雙手被反綁在身後 除了打電話報警非常困難之外 手中的電話和她的嘴裡理應相隔一段距離 接收不到這麼清晰的喘氣聲 這種種一切都令警方起了疑心 在事發後一天 警方接到匿名舉報 內容提及 Jennifer曾經幫她前男友 黃志光偷運維禁草藥 於是警方在第二天就請黃志光來警署問話 黃志光被Jennifer戴一年 案發時候25歲 在中非混血兒 她坦然自己以前曾經因為販賣違禁品被捕 但現在已經痛改前非 目前在一家披薩店擔任經理 她提及自己和Jennifer在讀同一間中學 早在事發7年前 即是2003年的時候 當時Jennifer就讀11年級 而黃志光就是12年級生 準備升讀大學 當時在機緣巧合下 她在Jennifer敲喘發作的時候幫了她 女方認為對方救了她一命 之後兩個人就開始拍拖 一起了7年 而在家庭方面 警方發現Jennifer的父母對女兒從小要求很高 管教嚴厲 為求女兒得到好成績 她自小就要用很多時間溫習 放學之後回家溫習溫到深夜才可以睡覺 父母也安排了女兒學琴和劉冰 將她課餘的時間填滿 而她沒有讓父母失望 在年幼的時候成為了一個多財多眼的知優生 除了校內成績出色 在鋼琴和劉冰比賽也獲得不少獎項 在未成年的時候已經考到10級鋼琴 但因為膝頭哥受傷令她要放棄劉冰 只能夠專注學業 另外父母也會監視個女兒在學校的一舉一動 除了不讓個女兒和男生來往 也不讓她參加學校舞會和在朋友家過夜 在父母的高壓管治下 Jennifer覺得很大壓力 她曾經傷害自己來宣洩心中的不滿 但是父母沒有發現過女兒的異常 直到Jennifer升上父母心儀的高中 父母才對她的管教放鬆了一些 但仍然令Jennifer無法呼吸 而早在王志光和Jennifer成為情侶之前 她就曾經跟另一個同校的男生拍拖 但是因為父母反對而被逼分手 所以當Jennifer和王志光拍拖的時候 她就設法隱瞞父母 Jennifer和王志光一齊期間 她的成績開始下滑 由於怕父母知道後會很生氣 於是她就偽造成績表 將科目成績由B改為A 除此之外 她更加在高中最後一個學期 因為微積分科目不合格 未能夠升讀大學 就連高中都未畢業 同樣地她為了不讓父母失望 就偽造了高中畢業證書 瑞爾森大學取錄通知書和作學泰府文件 令父母以為女兒順利升讀聲譽不錯的大學 為了演戲做全套 她每天都會帶備上學用品和二手書 在父母面前辦出門上學 但其實她只是到公共圖書館 在網上搜尋一些科學筆記 告訴父母知道這些是大學的課程內容 另外她以教琴和在餐廳打工 賺到不少收入 而當父母問起這些錢的來源的時候 她就說是大學獎學金 就是這樣過了兩年 Jennifer告訴父母知道自己成功轉到多倫多大學修讀藥理學 還方稱和朋友在學校附近租屋住 但其實就搬到男朋友黃志光家同居生活 之後每逢一到星期三她就和黃志光一起 其餘時間就回到自己家 她再成功握到父母兩年 直至她理應大學畢業的時候 她就向父母方稱每個學生只可以帶一個人參加畢業禮 而她把名額給了朋友 所以未能夠給父母參加畢業禮 她又表示會到兒童醫院做義工 但當父母發現她沒有醫院的工作證和制服的時候 就對女兒的說法起了疑心 直到某一天 父母終於揭發了女兒多年來的謊話 有一天當Jennifer出門的時候 父母突然堅持送她上班 她沒辦法拒絕於是在下車之後 就馬上跑入兒童醫院不敢離開 之後父母打電話給女兒的室友查問女兒的情況 在這個時候他們才意識到自己真的被騙 所以要求女兒馬上回家 當晚她面對父母的怒火 不敢再說謊話 唯有坦白重寬 父母一度更想趕女兒出門 但就被母親勸指 他們認為女兒的欺騙行為 都是男朋友黃志光教唆 所以要求女兒跟對方斷絕來往 同時沒收她的電話和電腦不讓她外出 到了2009年2月 即是案犯一年半前 她在Facebook發文字 住在屋裡就好像軟禁一樣 在這個時候 Jennifer和家人的關係非常緊張 在兩個星期之後 她再找機會跟黃志光聯絡 兩個人秘密見面 不過黃志光沒多久就決定跟她分手 而她之後也都凌結身歡 不過兩個人分手之後 仍然保持聯絡 Jennifer一直對對方念念不忘 經常向她訴苦 只在家裡的生活不開心 Jennifer為了黃志光回到自己身邊 更曾經獵造自己被侵犯一事 又指自己收到死亡威嚇 希望直至引起黃志光的戀愛和關注 時間到了11月11日 即是案發後第三日 警方再次請Jennifer問話 在這個時候 她直認自己長期跟家人說謊 和家人關係緊張 當警方問她是不是憎恨家人的時候 她就沒有正面回答 另外在這次問話裡面 警方要求Jennifer示範在雙手被反幫的情況下報警 她隨即站起來 雙手放在身後 作勢拿電話報警 事實上 在這個時候 警方已經認為她的嫌疑越來越大 而在一日之後 一個關鍵的人物更加向警方說出一個重要的供詞 在案件發生後第四日 Jennifer的父親在醫院醒來 她告訴警方知道 在案發當晚親眼看到女兒和三個劫肥交談 而且當她和車子被帶到地下室的時候 女兒仍然可以自由活動 父親的證詞和女兒所說的是有著明顯的出入 另外警方發現她在母親的喪禮上沒有流露出傷感的表現 加上父親的言辭 警方更加確定Jennifer和某生案有關 在案發後兩個星期 警方第三次向Jennifer問話 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審訊 她終於受不住壓力 承認自己買兇殺人 不過只被殺的對象本來是自己 但這件事最後一法不可收拾 令父母受到牽連 當晚警方立刻扣押Jennifer 同時在2011年拘捕黃志光和兩個兇手 但當時還未找到最後一個兇手 在三年後 警方以一級謀殺罪和謀殺未水罪起訴五個人 時間來到2014年3月19日 法院開始審理案件 主控官認為這還是有預謀的兇殺案 而策劃人就正正是受害人的女兒 Jennifer被指以一萬美金的報酬 透過前男友黃志光聘請三個殺手 企圖殺害父母 直至繼承父母的五十萬加幣遺產 在案發當晚 她曾經多次開關我室的燈 向兇手發出信號 更加向眾人傳訊息 Game On 替示行動開始 還親手打開家的門 被犯人輕易入屋 當三個兇手入屋之後 他們首先要求父母交出所有錢 然後再將他們帶到地下室殺害 不過當時五個被告都不認罪 而Jennifer其後在庭上透露 在案發之前的確有兩個殺人計劃 她指其中一個計劃是希望父親從此消失 但其後就沒有落實到 而另一個計劃就是叫人殺死自己 她又表示自己在中學時候欺騙父母的一切行為 都令她感到羞恥 但她根本沒有預計母親會成為事件的受害人 另外 控方提出超過二百多件證物 其中包括案發前六個小時內 Jennifer和黃之光之間發送的一百多條短訊 也傳召了五十幾個證人作供 在眾多證人裏面 更加包括幸存者Jennifer的父親 父親在庭上再次表示 在案發當時 她聽到女兒和兇手細聲說話 而且在她暈倒之前 見到女兒根本沒有被人綁起來 她又只在案發之前 女兒多次說謊的行為 令她和妻子覺得好沮喪 另外Jennifer的弟弟也有出庭作證 她認為父親對姐姐管教嚴厲 但不過都只是愛女心切 當時嫁人作供的時候 身在犯人欄的Jennifer一直低頭保持沉默 而黃之光的律師就強調 黃之光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和對方分手之後 就已經認識了一個新女朋友 在波士頓披薩餐廳找到一份好工作 而殺死Jennifer的父母根本對黃之光沒有好處 她的律師更加形容Jennifer是一個有病態的騙子 再次提及多年前兩個人分手之後 Jennifer為了再次得到黃之光 獵造被侵犯和收到死亡威嚇的事 認為Jennifer對黃之光實行了一個病態的心理遊戲 審判長達10個月 終於在2014年12月13日得出判決 除了一個兇手因為她的代表律師去世 需要押後判決之外 其餘涉案的人都被判處終身監禁 在25年內不能夠假釋 Jennifer知道判刑之後放聲絕音 她說她們連一個機會都不給我 至於逃過死亡的父親 在得知判刑消息之後 表示她已經不願意再跟女兒聯繫 同時透過法庭申請禁制令 阻止女兒聯繫自己兒子 父親坦然 當我失去我太太 我也同時失去我女兒 我不再覺得我有家 她希望女兒會徹底反思自己對家人做了些什麼 請求Jennifer能夠做一個誠實的人 時間到了2023年5月 一行判決在案件過後的13年被推翻 事源加拿大案大陸省法院宣布 接受Jennifer一方提出的上訴 至2014年原審法官是母親死亡一事 沒有引渡陪審團考慮案中的被告 並沒有計劃傷害母親的可能 結果法庭推翻了這行判決 還下令重申審判 但就維持師傅未遂的定罪 到底案件重審之後 Jennifer和其他涉案人士的刑期 會不會得到調整 暫時都是未知之數 不過當中其中一個被告 就已經早在2018年4月在監獄離世 其實每個父母都希望子女出人頭地 望子成龍 而案中的父母離鄉別井新勞工作當年 結果得到這麼可怕的遭遇失去人間悲劇 不過當年事件發生之後 除了大量傳媒譴責Jennifer 的行為 同時也有不少傳媒強調她父母高壓管教的模式 是悲劇發生的導火線 更加以父母郎父來形容兩個人 有人指這種管教方式給子女很大壓力 可能會造成子女的心理陰影反叛心態 那你又認不認為在事件裏 Jennifer採出極端的行為 父母是需要負上一定的責任呢? 還是你覺得她以冷血的方式去殺害栽培她多年的父母 是喪盡天良的行為呢?